侯友宜到新美市议会施政报告 被问及新北重大枪击事件 侯友宜炮打中央 身为国民党可能总统人选 自家议员直询有如重心拱月 还有议员送上头盔面罩 又让后友宜角逐大胃时 抵挡政治口水 所有的枪战我毫无畏惧 议员们用力抬轿 今天还变更是议会议程 为何友宜尽快接受征召开方便之门 而另一头 立法院国民党团干部日前串联挺侯联盟 正当外界以为国民党立委多数挺侯之计 竞争对手郭台铭突然出手 郭总今天还特别戴这个金门的帽子 小金门的 中二晚间挺郭立委神玉珍作东 牵线邀十多名国民党立委与郭台铭参序 大家都是要在团结情人之下 各自努力各自竞争 最后的结果就是要团结 事实上挺郭的委员真的是不在少数 郭台铭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 接触中南部基层 这回更挖角国民党立委 侯友宜对此也采取惯用风格回应说 有心为国家付出是值得肯定的事 新唐亚太电视 台湾台北新北综合报道